非常期待大家的视频拍摄 为了最终的飞行值加油 好 好 我想快速地拍一个 AOC就是岗位职责介绍的 请您帮我罗列一下 我可以介绍的几个 这叫运行 运行调度 好 参拍负责放心 那可以把那个公牌带上 这样就非常好 是的 你能想好多 我们两个一起想好不好 好 我正在想找一个好的背景 或者是能 凸显这里的气势的一个角度 去拍一个短片 然后把那个那个飞行积分 看送给 其实我这还考虑 要送给谁 谁呢 嗯 还没想到 先赢了再说话 嗨嗨 宝贝 今天带你去一个 很惊喜的地方 平时呢 一定不可能来到这里的 这里 就是管理航班的AOC了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当我们在出发地 还有目的地 天气都很好的时候 为什么航班会延误呢 告诉我 所以他其实有骗我们 对不对 不对 因为呢飞机呢 都会经过很多地方 可能呢途中会有 遇到一些很不好的天气 或者是要其他的紧急的情况 所以这时候 AOC就会告诉我们的航班 不能飞 他们要尽快 弄好一条路线 或者是排除所有的风险 让我们安全地出发 所以其实他们比我们更交集呢 那好 记住 下一次再考考你啊 嗯 好 我就分两个角色 然后一问一答 第一个就是稍微暴躁一点的吧 我请问为什么 出发地和目的地都是晴天 还不起飞 什么意思 当我事是吧 啊 嘿嘿嘿 啊先生您好是这样的 因为虽然说我们出发地 和目的地都是晴天 但是我们在路程当中 可能会碰到暴雨啊雷暴啊 我等了这么久 你们工作人员早就下班了是吧 啊 是这样的旅客 我们AOC是二十四小时值班制的 一定会第一时间解决您的问题 嗯 我的飞机不是延误了吗 为什么还提前到达了 我们航班一般都有正常的飞行计划 那遇到延误后呢 在合理且可控的情况下 会申请比之前更加近的航线直飞的 我每次过来的时候 我就一个镜头 我说就负责乘客 然后就拍到我 然后运行调度的时候 我镜头就往他电脑上推一下 就是能够拍到他的 大概的那个内容画面就好 这样滑进来 运行调度处负责所有的乘客 这里是气象处 你看你的沿途 一路走走走路 这里是计划先派 正在帮你尽快安排好飞机 我才来个远一点 这里就是AOC 当你乘坐一个航班时 就是整个航寺的大脑都在为你闪耀 那最后的就是配音 来找各位录一个音 就每个人用自己的家乡话抱掩一句 说好可以 老公公司他干嘛 然后这种 好 今晚没拍 下面是准备飞 天一干不好 你怎么不飞 你怎么飞 你怎么飞 这就行了 我最后没吃 干什么呢 看不到一个人 啊 啊 好 干什么呢 真是搞这些 明明不想展露我过人的天赋 留给我的语言并不多了 唐九州不知道什么版本的抱怨 三二一 什么时候飞啊 下不期待合作吧 我现在你知道脑子里面没有什么 你可以搞那个密捷那个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你说你延误了 你延误了 你延误了 然后这个我可以这样拍 这样你的视角会很可爱 对对对 可以 来 三二一 你延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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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延误了 可以吗 怎么样 很棒 然后你后面就可以科普一个东西 是不是 好 那你先帮我拍 行 我先帮你拍了 三二一 航班运行处 好可爱 很棒 他还 老师要求再来一条 再来一条 再给一条 航班运行处 一 机务MCC 三 气象处 五 五 五 好可爱 谢谢老师 对一下老师 超棒 大家都在为你的安全努力着 吵架的话 你没事吧 很好 完美 换你 我们笑子好高 就 我先走 舅哥舅哥 航班延误的话怎么办 然后我就开始 航班有延误 速 哈哈哈 哈哈哈 我得想想词啊 哇 千万千万别催促 然后也不要发怒 嗯 这是什么 其实就是中间少了句机长联系AOC 然后这 机长很迅速 哦 机 机 机长 我们大脑很迅速啊 机长很迅速 汇报很清楚 哦 联络气象处 哦对 这个话好航路 哦好 哎呦吧现在 可以啊 三二一走 舅哥舅哥 舅哥舅哥 我们航班延误了 怎么办 航班延误怎么办 听我来讲述咯 速 飞机有延误 速 让我来讲述 速 千万别催促 速 也不要发怒 速 天气很恐怖 速 起降有难度 速 机长很迅速 速 汇报超清楚 速 翻译 翻译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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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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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我们提词器 提词器这边扣工资 提词器这边罢工了 不好意思 这送 这送什么 啊送 送 送 好尷尬 我这个 我这个视频 我的粉丝们都会看到吗 掉粉 点赞破万 掉粉无数 他的点赞要分两半给我们 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